你好 欢迎收看新北战出来 带你用不同的视野角度 关心每一个动人故事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新北市府农业局的 检任计政洪盛雄检任计政 还有他辅导之下的青年农夫王玉婷 来到现场 那我们现在先请检任计政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好 你好 我是新北市农业局的检任计政洪盛雄 大家午安好 宏姐好 然后现在再请我们的青年农夫王玉婷 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青年农夫王玉婷 是 那这就是他们的本名 然后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 会比较简单的称呼他们 就是我们会称 红盛雄检任计政洪盛雄检 然后称呼我们的青年农夫王玉婷 叫做婷少 所以等一下节目进行中 我就会用我比较舒服的方式 去称呼他们 那今天的节目 邀请到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两位来宾 因为之前都是一位 那今天邀请到两位 就是我们市府的长官还有他辅导的青农来到现场 那相信就是锁定我们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 对红检任计政一定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常常出现在我的新闻当中 对那 呃 观众朋友应该也都会知道 就是我们新北市现在有一个呃 能源局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 鼓励青年农夫来返乡 就是青年来返乡来务农这个部分 那 红检一开始会先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 就是 我们当初为什么 就是我们能源局为什么会有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希望我们青年可以来返乡武农 呃 其实青年从农 这个不只是新北市或者台湾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是 那 我们的农业基本上 尤其是新北市 面临了 面临了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从农的人口不断的老化 是 然后土地比较破碎 然后甚至 那个青年人 因为离尤其是青年人离我们的市区 因为我们是都会区 是 那很容易就直接在市区里工作 那相对的他就不愿意在我们的农地里面 这个从事相关的农作 那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农地荒芜的情形蛮严重的 那所以 那这个市长来到新北市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我们对于青年农民能够给予更多的鼓励 辅导他们回到我们农地区 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这些青年他不一定有农业背景 都欢迎他们回到家乡去重农吗 对 所以我们的青农有分两个类型 是 一个就是二代农 就是他原本家里就有务农的 然后我们辅导他们接续这个可能 可能这个家里的一个事业 农业的事业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求学 是有关农业的一个相关的科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外在做其他的行业发掘 不论是可能很多因素了 然后发掘应该回归大自然 那我们有这些方面 这两类的青农 都有投入我们的这个工作 但是能够投入我们青农的 青农的行列 都具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有很特殊的 对土地热爱的一个概念 是 那和一般的老农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能够挹注很大的一个热血 在我们的农业里 我相信对土地没有热情 应该是很难去重农这一块 因为毕竟我本身也不重农 你要我去 就是有一个隔行如隔山的概念 如果对于这件你要去做的事情 左手的事情没有太大的热情 其实很难去重施 那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青年返乡 其实农业局给他们一个很高的期许 就是期许他们都要做友善跟做这一块 那对于这些青年朋友来讲 他们其实也是刚去左手农业这一块 即便他今天是农二代 他可能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这会不会对他们来讲太过难了 这一点我一定要讲 就是说我们的农民 尤其是新北市农民 或者是青农 我们讲青农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做什么 他只要能够回到农地上去 然后最少我们把荒芜的土地开发出来 重新再耕作 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所有的青农 几乎都是会走向友善乃至于有机 这是一定的 像亭少 他就是直接就马上就 钻入有机的这个工作 这个行列里面 这个 所以我说我们的青农 很自然的就有概念 因为他对土地热爱 那所以他们 这不是难事 其实又要讲到另外一个概念 你说 另外一个概念怎么说呢 就是 我们常讲惯形农业 是 是 惯形农法 就是惯形农法 我们是有喷洒农药 我们有化学肥料 促使它生长 这个 事实上是二次世界探知之后才有的东西啊 我们祖先几千几万年来 都是用 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在耕作啊 是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农业 这不叫做惯形啊 我们真的惯形是有机啊 是 这个只是 这个昙花一现的一个 一个很不正当的 对土地非常不友善的一个耕作方式 是 所以我认为 就是根本就不要把它定名为什么 那个不叫惯形 真正惯形就是有机 是 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观念 原来就是 这就是 农业局它的出发点 其实 农业局真的是一开始在 希望我们青年来返向的时候 它 真的没有要求太多 它就是希望就是 可以把我们荒芜的土地 去做开发活用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 你刚刚回答的是就是 长官的说法 那我现在想要听听看听手 对 因为我在接触到 青年农夫的时候 其实这些青年农夫 给我的一个 很大的 一个力量就是 我看到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走友机 不是友善而已 是走友机 那挺少 一开始就走友机 很困难吧 不要理长官 你就直接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真的很难 是 然后再来就是门槛真的极高 是 那你在一片土地 在荒芜的状况之下 你要去做这一块的话 其实 就我们去说 整片都是杂草 那你不喷洒 除草剂的话 你必须得人工的方式下去除草 那在这一块在 以我们一般 我们叫老农 那我是把他们称为前辈好了 是 在前辈的眼里 他们认为说 你们这种做法就是都市人 为了是想要享受田园乐趣 所以你们才会投入农业 你们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投入农业的 那其实这个 这个观念是要去导正的 其实 就像就以我目前在 目前种植的地来讲的话 那个 原本的前辈也是 去年 大概去年走掉 那他得的是 烟火癌 他得的是烟火癌 那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去跟他讲说 其实喷洒出草剂 并不是说一个很优的状况 那 他有没有听 他真的有听下去 其实沟通几次以后 他真的听了下去 那他也变得比较少喷药 那就学着我就 背着割草剂去出草 可是我在短短跟他相处 一年多的时间 等他走后 我才知道他是得癌症走掉的 对 那其实这一块 其实在 跟喷洒荣药有关吗 有关 一般只要我们这样老一辈的 其实我们只要去看 去做一个调查 其实他们离癌的机率 其实变得很高 是 因为他们除了喷以外 虽然有带一些防护 做一些防护措施 可是并不是说百分之一把 是 对 所以这一块真的是 除了我们 我们投入这个农业 辛不辛苦 真的很辛苦 嗯 可是你要走有机这一块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有一定的门槛在 对 真的 但是我这个要说 因为县北市历经了长期的 修根废根 是 实际上我们徒弟早就恢复了 你说地利吗 对 地利其实恢复的 其实我们很多 乃至于很多生物会自己回来 其实跟我们修废根 虽然这不是 不是很好的政策 是 但是反而让徒弟可以休息 所以我们的青年回来 回来如果虽然开墾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是 但是开墾后的土地 其实是非常好利用的 我们就我个人经验 我们经历了六七年的一个辅导 是 我们的厌土厌水没有不过的 哦 没有不过的 对 我很好奇一点 你说我们的地利有回复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有 可能释放农药 或是说 就是在耕作的时候 之前嘛 老一辈的那种 以前可能有 有惯形 惯形过一阵子 但是大概历经了将近十年的 可能一二十年的修废根 是 那土地就恢复了回来了 那地利其实是会恢复的 那如果今天 呃我们的 不管是青年农夫 就只要是农民 再去做开墾的动作 只要是友善的话 地利就不会减少吗 哦 不会的 绝对不会 它会 因为我们讲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 惯形 我们在讲 还是讲这些化学性的农法里面 其实最严重的 我个认为 其实是化学肥料 因为它会把土地的 我们讲土地酸化 为什么酸化 里面的维生物也没有了 里面的动物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土地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的硬 它不会 它没法含水 甚至没有维生物来供应 这个植物的 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养分 是 那所以 那 这个 经过一阵子之后 这些慢慢会被 会被冲刷 会被流失掉 然后最后 它的 微生物 或者是 我们讲 蚯蚓 这些 这个小小的动物 小的生命 它就会回来 我们土地就会恢复生机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说才要去推广 有机这一块 因为 可以保持地利吗 至少 而且会越来越好 这是最基本的 越来越好 是 哦 越来越好 真的真的 那这样子 新北市的农业 往上进展是 只日可待 只日可待 所以 所以真的 我觉得我们推广有机的 这个概念 是 不论我们讲三生嘛 不论是对农民 刚刚讲 农民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还有 食用的问题 还有对土地的问题 对生态的问题 是达到三生 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 可以达到四生 因为农民的生命 都受到保护 所以第四生是生命 对 是生命 其实 刚刚就是亭校有讲到这个 就分享的一个部分 就是撒农药跟生病这个中间 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其实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 事实证明 应该说数据上来说 就是很多的农夫 可能因为撒农药这一点而生病了 对 那不只是他们种的人 会因为这样子而生病 我们吃下去 可能也会生病 不是可能是一定 对 只是快跟慢而已 是 所以现在有施然的问题 对 对 那其实在推友善农法这一块 一开始的时候 我刚好有经历到 那时候地方的民众 会说 我撒农药都快要 就没办法养活 养就是喂饱我自己的肚子了 你还要我做有机 就是一开始农民的生老 因为他不适应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意出来 但是走了这条路之后发现 健康有了 经济价值也提高了 其实 附加价值提升了 对农民来说是一个 从事友善耕作的农民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这也是我们农业局一直在做 其实这是一个多盈的一个政策 为什么 这个我们让土地恢复生机之后 然后就刚刚陈处您所说的 我们的种植的东西比较健康 然后附加价值比较高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一斤的菜 我们的高丽菜不论什么菜 我们永远都变 价格都不会改变 我们不会价格变得这个 受到环境或者气候的影响 因为它永远都是 比如说一斤大概七八十块 差不多 你说到新北市的高丽菜吗 不然任何菜都是一样 价格都永远不会变 不会因为台风而高 或者是因为菜很多而建 都不会 我们都很 因为它有一个恒定的 一个供应的一个状态 是 恒定的一个价格的状态 这是指 友善 把这个东西 这个是指一级产业的部分 但是你还有 因为你透过这样的环境的富裕 有很多生态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产业可以做 我们的加工产业 来自于到最后的休闲体验 都可以过来 是 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 比如说以前 我们的插秧 或者我们讲 保产爱手操 是 这些 要付钱出去 请人家来做的 我要付工钱给人家 现在的不是 现在是人家 尤其都市都会里的 这个亲子活动 这个他们会 他们要花钱来跟你买 这个作业 来体验 是 我们的工作 我们农田农地 无论有形无形的东西 都已经变成产业 都变成一个产品 都可以供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都会的这个朋友 来采购 来体验 我觉得这是 这是 无形中所增加的一些产业 附加价值 对 而且比 比那个 比原来你那一颗菜的价值 还要高 是 它的价值 不论是在 去参与活动人的 身体也好 健康也好 乃至于这个教育 都无形中产生了 很大很大的作用 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走上友善这条路 其实不只是要去 去照顾一个一颗好好的农产品 而是 在这个农产品之中 可能环境或是怎么样 去注入一个灵魂 我们宣导的是一个灵魂 虽然大家看不到 可是 真的是这样子 会有变化 身心灵都会有 会有相对提高的感觉 这听到就有 跟环境的互动中 有感受到 对它就变很多啊 以前看起来很 是不是像流氓这样 不会啊 我没有要起底 但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看起来比较 斯文一点的牛氓 所以从容之后 开始有一些 其实在从容的过程中 其实你 你在接触这个大环境 你在种植面的过程中 其实会让你的自己本身的 比较 比较 冲动的个性也好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个性也好 其实你在种植面的过程中 你会慢慢的去调整你自己 那相对的耐性面的话 其实也会慢慢去增加 因为种植你没办法干 你也没办法挤 你种下去的那一刹那 它就是要等它成长 那我们不能说 我们种下去马上就希望说 它能够说马上就是说 能够能马上就去做采抽 它跟一般做生意买空卖空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种植就是一个时间性 是 是一个时间性 是 对 真的 所以 这真的 它可以让人有期待 而且你可以看到大地的生命力 是 对 就可以感受到土地的温度 对 我觉得 可是就是 风灾千万不能来 哈哈哈哈 这有讲到一个很现实的地方 就是农民是靠天吃饭的 对 它即便付出再大的心血 没有错 还是得看老天爷 对 因为风灾如果一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育户类的时候 是 那唯一如果风灾一来 仅存的那些没有死的 其实你心里会有点喜悦 好险还留一些 可是当你回头去看另外一些的时候 其实大半的心血都已经泡汤了 是 我们比较怕的就是天災的部分 那人为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 有心下去 有心进入农业 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好 是 对 没有不会做的事 只有不想做的事 没有不会做的事 只有不想做的事 所以听到这边 其实大家应该有发现 农业局他在走友善这条路上 其实打了一场硬仗 那坚持走下去 其实除了为我们就是返向的青年朋友 打造了一个好的优势市场之外 其实也为这些农产品 还有一些就是地利啊什么 就是都打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然后所以 其实果实是甜美的 蔬菜也很香 在收成那一刹那是甜美的没有错 其实我们的蔬菜 在新北市种出来的友善的蔬菜 因为新北市比较 环境比较特别 是 它就是日照相对的比中南部稍微少一点 嗯 然后水分比较多 那也正是因为这样 嗯 所以我们的蔬菜特别香 真的特别香 所以我们新北市的土地 还是有我们的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就拿我们竹笋来讲好了 我们竹笋 那个甜度 都是超越中南部的 是 因为长得慢嘛 哦 长得慢 它就慢慢的吸收养分 对 它就特别好吃 我发现我们其实新北市的农业啊 农产品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对 我真的要讲 我们每一个东西 甚至每一个农民 每个位置 我们都有故事 我们的农业文化 是 这个远远的凌驾其他的现实 那个文化的 深啊 文化的这个甜美 是 很少人 能够 应该说中南部 没办法 没办法 跟它比较的 对 对 对啊 所以走有机虽然不是太容易 但是 成果是好的 而且环境是有在提升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让他们两位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 那是环保标章才是环保 最后一位 探索城市新樂趣 河畔美景在咫尺 地景涂鴉秀驚奇 健康运动好活力 每一场精彩的演出 都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支持 每一位创业家的舞台上 也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相挺 中业市场大秀 我们总是在你背后 中业元梦我们听你 中业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准备 中业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准备 室业的团队在后面准备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市府农业局的红简论记者 跟我们的青年农夫廷哨来到现场 那接下来透过这段影片要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青年农夫到底都在地方做些什么 新北市政府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 以及鼓励有机蔬菜种植与推广 从民国一百年起推动国中小学营养午餐要吃有机蔬菜 进而也逐步延伸到幼稚园 为在金山区以种植有机香草为主的青年农夫王玉庭 今年也在农业局的辅导之下开始种植有机蔬菜 究竟提供给金山区的中角国小以及三合国小学童 自我实践友善环境的理念 也将健康分享到邻近的小学中 这个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我们都每周都有一餐有机蔬菜的供应 那这个供应我们是以我们新北市的农民为优先 那只要种得出来的菜我们一定把它送到学校去 一方面也让农民有固定的收入 也让小学生能够吃到很好的蔬菜 对他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今年有跟新北果菜公司正式签约 那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感谢农业局的洪检任计政 他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然后顺利的跟新北果菜公司做签约的动作 对那现在我目前就是在新北果菜公司的一个 有机农部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名单演员 对那将来就是会再去扩大扩大的扩大这个有机蔬菜的一个种植面积 那可以让更多在地的小朋友可以地产地下 让他们去吃到比较健康的一个有机食有机的蔬菜这样子 实际来到青年农夫王玉婷的有机香草田以及菜园 可以见到不少蔬菜正在茁庄中 而王玉婷表示为了要让小朋友从小建立不偏食的好习惯 种植多种类的蔬菜提供给配合的学校 希望学童们都能够摄取多元的营养 种植生菜类的话量可能要多一点 才有办法达到一定的工作值 对那就变成说其实小朋友可以吃到不一样的菜 其实他们比较会接受 那也可以让他们尽量不要去有一个挑食的状况出来 对那就是尽量 供给小朋友的菜就是尽量多元化 让他们吃到更多的就是营养上面可以更均衡一点 这是未来跟目前正在去做的这一块 最重要的它除了它是非常发心的一个青龙 它不是为了盈利 它种植的蔬菜它不是为了一定要 因为种植浇蔬菜是以我们是以重量来交易 那它是它认为不种那种重量比较重的蔬菜 它一定种植很多样的蔬菜 然后让考虑到学童的营养的均衡 所以这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市府农业局表示提供国小有机蔬菜 不只是照顾学童的健康 也开创农友的萧菜通路 今年更是新增了十多外青年农夫 来加入提供蔬果的行列 就近从产地新鲜值送到新北市的29所学校 未来也将会秉持鲜有通路 再开农路的理念 持续为农友煤和销入 也要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展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我被骂 刚刚在影片中有看到 营养开始种植有机蔬菜 其实就我所知对你了解 其实你不是北海岸的返乡青年 其实你是从三重过来的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触到农业这一块 当初接触农业这一块 当然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那当然是遇到亲人在生病的过程中 然后离开 那才间接的去接触到香草 那这个当下就是接触香草的时候 才去因为不懂得种植 那问下来才知道说 香草其实它在新银鸟育这一块 它可以做一些蛮多的一些周边商品 在这当下我到了北头去租了食品地 去做市种 那算是幸运 在种植的过程中 其实没遇到什么困难点 市民农园吗 市品地 不是 他们也是专职在种 那他们的地是做有机 他们已经有申请有机认证 所以去的时候 你门槛一定就相对高 他跟你讲说 什么不能用 什么不能用 会规定一堆 那 我原本就是要朝有机这一块做 那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种植的过程中算很平顺 那 就去买了 就去 那时候 就单纯就是要去萃取精油这一块 嗯 因为没用过嘛 然后跑到太原路去买了一组实验室的 6000多块的一个萃取精油的仪器 对 哇 那就去收割香草 然后塞在那个玻璃壶里面一点点 然后就去体验 那真的练出精油其实还蛮开心的 嗯 就开始慢慢去规划说 我既然走这一块 那我该怎么去把产品验 那怎么去做出一个 你要的东西出来 嗯 就间接了才开始慢慢去找地 就找到金山了 嗯 对 所以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 才到北海岸来 对没有错 嗯 洪姐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 哎 就是像一个傻孩子 对 所以我说我们新北市的农业或者农民 都有他一套故事 他有 他有后面称着他的就是 我们新北的文化 是 真的 你看他讲到香草 你马上 从他的故事里面就很疗愈了 对 就非常疗愈 然后看到他这句 我们就您说的傻劲好了 对 对 很傻 对啊 我都可以 都可以想到他那个 那个精油滴出来的 他的那个 兴奋的心情 对 我都可以感受得到 都落泪了 对啊 当下应该是非常感动的 对 所以 其实是非常开心 是 因为 你会觉得草可以练出油 这个过程觉得还蛮好玩的 真的 那其实练出来只有一滴而已 嗯 可是那一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我会觉得 你种植了那么久 然后一堆草只练出一滴精油 那其实 那种成就感跟满足感是 精神是无法驱离 那你剩下的那些香草呢 去煮火锅 没有 那时候还没 引发到那边 对对对 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产物是不是 提炼之后 呃 其实提炼完以后 这些只能当堆肥 那其实在一个萃取的过程中 可以做很多的有效利用 我把香草种植的过程中采收 然后提炼精油 那下来这些残渣就是 再回归大地 做一个对肥的动作 那其实可以一直 做一个有效的循环 对对对对 它并不会浪费掉 其实香草是一个产值非常高 富家价值非常高的一个 没有错 作物这个产业 那但是就是怎么样 其实香草很多人都想要买 或者很多人 我想很多女孩子啊 都很想泡一个香草 茶 嗯 这种几率都是非常高的 是 那怎么样把它行销出去 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是 也是我们农业局该做的 当然有时候要靠您帮忙 对 不要这么讲 其实有 在聊天的过程中 有 我有听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 每个青农 每个农夫 都有他自己的专业 但农业局必须要 纵观这一切而去做行销 在这么多领域 你怎么去消化 其实可能 可能有种稻子的 是 种蔬菜的 对 或者是 种比如说 亭少的香草 其实所以 我跟 其实你 你刚刚讲的说 我在辅导他们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辅导只是说 这个帮他们尽量媒介 对他们有效有利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 我们跟他们也是在学习 是 都是互相在学习 是 那他的所有的相关 他们种植的东西 或者种植面 或者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理念的时候 那是 那我们就 透过这样的故事 可能是故事行销 当然最多还是故事行销 故事行销的方式 介绍给大家 然后 除了介绍人物 也介绍我们的产业 让大家知道 我们有特殊性 是 这样的 然后 透过这样的介绍 他们可能 可能会想要到现地来看 然后也可以造就 地方的一个产业的发达 甚至于观光休闲的一个体验的一个 就是更多 有产生更多的效应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非常良性的一个 循环的一个产业 是 所以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今天不管是返乡的青年 还是从他乡来的青年 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是 可能 都有一些 就是动人的地方 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 产品里面去 因为现在的民众 其实真的很喜欢 有故事性的东西 其实 因为你说你去买一个东西 我就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 然后呢 其实是很空洞的 没错 对 那今天我可能到北海岸 走马看花 但是走到亭少的香草园 对 然后听了他的故事 这个香草 可能就不再是香草了 是 对 像亭少的园里面 是 有一只大观鸥 对不对 对 大观鸥 不要讲学名 让观众朋友了解 什么是大观鸥 大观鸥 是学名吗 就是学名啦 对 我一直以为大观鸥是大观鸥 其实 就 是 另外一种 石蛇的老鹰 石蛇的老鹰 老鹰 对 它是一种老鹰 还好 还好没有被烤倒 对 像 其实我们 新北市在推农业 除了 其实我们在推有机 但是有机常常会产生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可能你的编码 或者看到你的铁纸 很多人还是会问 这是真的吗 或者是说 会不会有混冲 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 很多人会问很奇怪 但是 如果你给他的是绿宝标章 比如说我们的翡翠书 石蟹蒙 或者山腔 来自于他的大观鸥 当然你还没完全申请好了 我们现在在努力 那 大家看到这个就不讲话了 是 而且会很多人会蜂拥而至 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物种 他花的这个钱 他是对这个 花的这个钱不是买这个东西 而是保护他背后的物种 这概念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这就好你讲的 他有温度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 我就要想讲 就是其实新北市的农业 他就是不是只是去买一个农产品 是 没错 他背后的附加价值是 我们也不能说看不到 那绿宝标章 应该是说 你必须要去了解 你才知道你买到的这些东西 背后的含义有多大 你帮助的这个环境 有多么的提升 对 那绿宝标章这个部分 我相信观众朋友 听到绿宝标章可能会有点陌生 那绿宝标章是什么 我会解释一下 其实绿宝标章是 是一个 也是一种认证的一个 认证的一个一环 那他的认证的方式是 最早了 最早设定的就是说 这个土地 因为就是要鼓励大家对于 做这个生物的友善 然后这个土地如果透过有机 或者友善的耕作之后 然后原来属于这个土地的 保育类动物 当初设定保育类动物 所以门槛也相对的很高 提高 而且比有机还要高 有时候你很多座物 你做了有机的耕作 但是保育类没有保育类动物 或者保育类动物没有回来 或者是压根就是已经真的消失了 所以不容易申请得到 但是我们新北市真的地利之变 而且我们讲 我们真的是文化还有生态非常丰富 比如说我们的翡翠叔 它就从茶园 有机的茶园跳出来了 我们的山腔 乃至于我们的石线蒙 石线蒙是很珍贵的一个物种 那它居然能够在供鸟又出现了 像这些我们的 这些保育类动物回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新北市特有的东西 那我们讲绿宝标章 就是绿色保育标章 那近年来发现 其实有时候是门槛过高 然后慢慢的 只要对土地友善 然后环境有恢复 其实不见得要保育类的物种 其他的这个以环境为指标的 这个任何的象征性的东西 都可以来申请 所以其实要赋予就是 青龙背后的故事 他们要付出很大的心血 他们不但要去推走友善这一条路 他们可能还要对一些 特殊的物种 保育类物种 有一些既定的知识跟了解 他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标章 然后民众才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产品 尤其有故事有温度的产品 那大家觉得农业局 跟青年农夫都只做这些吗 没有哦 先休息一下 下段节目要告诉大家 我们青农已经破百了 而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休息一下 聖明子 уса 它一遍 過來一起來喔 他們看不見 聽不到 為了更進一步 接近自己的夢想 他們努力甩開世俗眼光 突破一些限制 在街頭 打造屬於自己的舞台 媽 這演唱會超夯的耶 可是好難買喔 那還不簡單 你看 用電視就可以幫你搞定 有性電視數位化 不但畫質更清晰 還可以用一基數率串連網路 享受多樣化的數位價值服務 讓我輕鬆成為生活智慧王 一個直走兩個直走右邊的線走 一個轉彎一個直走 直走的線走 一個轉彎兩個轉彎右邊的線走 右線到邊一個線到走的線走 不要出場了 你和朋友約好一起齊身反倒 說是要送給自己的畢業領域 你們快點 不要出場 可是 媽媽在家等你好久 等不到你回來 媽媽什麼都不要 只想要你安全回家 開玩笑 晋升 中學長 快三點鐘 我會罵大便 我會幾千 以後請我你就變好心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剛剛有講到 就上段節目有講到 我們在新北市的青年農夫返鄉的部分 已經破敗了 那接下來這段影片要告訴大家 青農破百的階段性成果 新北市政府近年來 致力於福島青年返鄉從農 從前年組成青年農夫聯誼會至今 終於突破百位 今天也在三次區農會 召開了106年度 第一次青農會員大會 現場百位青年農夫齊居一堂 共同見證這個破百的里程碑 而市府農業局的長官 也到現場給予青年農夫們勉勵 我們從56人創會到現在 到現在是87人 然後今天再會再通過18人 總共會達到105人的一個破百的狀態 那是非常的令人興奮 也非常高興 那我們的新北市最近也在一直在努力 然後希望能夠對於新農有更好的輔導 我們最近會做一個新農的輔導計劃 目前也正在規劃 然後會輔導更多的青農 市府農業局表示 為了要提供給返鄉的青年們 更穩定的銷貨通路 農業局不斷致力於為青年農夫們 媒合企業銷售平台 輔導農產品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而近來也不限於青年返鄉從農 只要是有志從事農業的新農夫 都列為農業局的輔導對象 我們新北市的農業比較特別 就是第一個土地分散 然後從農人口老化 那是非常 那我們現在 但是我們新北市的農業文化 以及生態是有別於其他縣市 非常的多元 而且非常的這個豐富 那這個部分 那也是我們一直這個長期規劃 走的一個農業的方向 輔導我們所有的農民 申請綠寶標章 這個可以有別於其他縣市 我們的綠寶標章數量會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特別 而且我們的生物量會特別大 就有一位農民 他就說他在雙溪的土地 他派到了穿山獎 那這個部分 很迅速地輔導他進入 這個綠寶標章的申請 而且很快就可以獲得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認證 那認證之後 他的產品 就特別具有故事 然後更能夠說服 消費者來採購 而新北市的農業環境 比起南部耕地較為零碎 外池市府農業局也鼓勵青農們 土地不大 但是有許多南部沒有的特點優勢 發展自我農園獨特的特色 申請綠寶標章 將故事性元素帶入農場當中 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也透過特色 將農作宣傳 為自己開拓通路 記者 廖平涵三支採訪報導 我們剛才看到新北市 洪姐我們剛剛看到影片中 我們破百七年回到我們的 新北市這塊土地上 那其實不管對台灣農業還是 整體台灣農業還是對 就是農業局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吧 是的 這個 表示大家認同我們這些想法 而且我們營造的 我們所做的環境 是大家真的願意回來 是 所以青農返鄉是推兩年了 是嗎 這個政策 青農返鄉其實我們不斷的推 就是說 然後 青農有很明顯的一個結構出來 是在去年 前年年底 差不多那個時候 那時候廷少就是 就加入 其中議員 對 他加入 但是他之前所投注的時間 其實就 不可能他一投注就加入這個 對 所以他是有 所以一開始就是 他在加入 新北市農業的時候 其實就是 洪姐也在輔導 這些青年朋友 是的 當然 那 廷少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夥伴好像越來越多了 對 有沒有覺得 因為 我相信走有機農業這條路 其實是有點孤單的 真的 那現在有那麼多夥伴 不管是來自哪一個領域的 是不是有覺得 故事更多 充實更多 內心 當然是有 那再來就是 其實農業它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那並不是說 我目前是種香草居多 那再來轉做到有機菜這一塊 其實 在種菜這一塊 我會種 可是你怎麼去分配那個周期性 那你菜的成長的周期怎麼去抓 其實那個也是一門學問 再來病從害 也跟香草是天差地別 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人員越來越多的狀況之下 那你可以學得到的東西會越多 對 所以青農之間 跟彼此是互相幫助取經 分享交流 對 所以又有聽到剛剛講的 蔬菜這個部分的病從害跟 香草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學兩種 對 農法 對對對 這真的是一條很慢的道路耶 對對對 真的 但是 蔬菜和香草不一樣 蔬菜拔了要再種 香草可能 你知道它保留它的植株的話 其實可以慢慢來的 保留植株才是 最 最硬的地方 也是最主要的 都是學問 對 就是每一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講都是學問 所以我們的青農比較特別就是 它除了我剛剛講的有熱情 對土地有熱愛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他們非常團結 對 彼此間的感情 因為 這我真的有感受到 他們彼此間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融洽 而且非常 就是就好像 就好像親生的這個兄弟姐妹一樣 真的 因為這是最令人感動的部分 對 因為團體之間一定會有不一樣的聲音 因為畢竟你們來自不同的背景 你們之前 應該是說做事的風格不一樣 所以 難免會有摩擦 可是我在採訪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北韓 因為我現在目前只接觸到北韓 就是北韓的青年人 我們不想要幾位了 北韓 針對北韓這部分 大概有20多位對不對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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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位 他們團結的不像話 真的非常團結 因為可能聚會 假如說 發起一個聚會 你可能想說 那就是發起的這幾個人 就是到現場 可是不是 他一次都是一整群 就非常團結 而且那個氣氛是非常和樂融融的 我想 這個是不是也是 宏傑你的功勞 因為 解任基層他在下鄉的部分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透徹 他也 我覺得就是做到待人待性 我想這個還是說 這是一個學習 那也很感謝市長 還有我們局長給我這樣的機會 因為 因為 我就專職在福島農民這個區塊 然後 那 你福島農民你一定要知道他真正的原因 你 你沒有到現場聽他們講話 你只是開會 開會那是 開會可以解決事情 但是 你沒辦法找到真正的問題 是 那你就真正面對他們 而且 甚至 有時候比如說像 我們講的大觀鳩 這個 就拿這個當比喻好了 他們覺得每天都看得到沒什麼 但是 對我們 有行銷概念的人來講 這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怎麼樣 讓他融入整個行銷 讓他融入整個農業 讓農業能夠帶起來 像這個 這個故事點位 是 確實需要深入的 才能夠 才能夠真正對他們有幫助 對 那這樣透過這樣的幫助 我想 感情自然會建立 我想就是這樣子 只是大家要不嫌棄吧 我只能這麼說 這我也要就是 好好地讚美 就是洪姐 因為 真的很難得會有一個 就是 這麼高層的長官 可以 一一的把青龍的名字都叫出來 這真的不容易 對 這樣講的話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 每每每我相關的一個訊息的時候 我想 最能夠叫出青龍名字 是 市長 市長對青龍非常非常的在意 是 非常的關心 是的 所以市長也是一個很大的推手 是的 好 那庭校幫我們鼓勵一下 現在正在電視機前面 觀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青年朋友 如果他們想要返鄉 但是又缺乏勇氣的話 你可不可以鼓勵他們一下 鼓勵他們一下 其實 真的要投入農業的話 第一個 一定要有熱忱 是 因為有熱忱 你才不會被挫折打打 因為如果你沒熱忱 熱忱當然不能當飯吃 是 可是你當你做一件事情沒有熱忱的時候 你遇到挫折你就會想要逃避 是 那再來就是一定要有毅力 嗯 耐力 是 你才有辦法在農業上面去 一直勇往之間去做 那 農業其實不是最低等的職業 是 他是非常高尚的職業 是 因為我們是生產者 是 沒有我們 大家沒東西吃 是 那我們也不偉大 那只是 在這一塊道路上面 其實 也更希望說有更多年輕人可以投入 是 那 在這一塊農業局才有 更 才能更用心更投入的去輔導 更多年輕人 投入農業這一塊 對 對 所以輔導也是要輔導 有 有熱情的人 他想做 有動力 其實 現階段能夠務農的人一定都有 否則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大家 因為尤其是新北市 我講的 這屬於都會區 是 他可以在都會裡面隨時找到工作 所以他能夠在鄉村工作 那就是表示他有必然的一個特質 還有熱情 像婉婷就是二十幾歲的小女生 她真的很猛 就每天就在山裡面弄她的這個 她的農場 是 這一定是有一定的特殊的一些特質 她可以算說是青農裡面 筋骨不讓虛眉的 看到她都要甘拜下婉婉婷 就是剛剛 資料畫面之後這個女生 對 對 她也是申請綠報標章 然後她的農場是以蝙蝠為著稱 然後今年的好消息是她的蝙蝠飛回來了 是的 對 好 那虹姐最後幫我們講講 對於新北市農業的期許好嗎 其實我們新北市農業就像我們講的 我剛剛講的我們有很深的文化底蘊 那我想不敢講期許了 其實我們就是不斷的在做下去 我們會透過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我們透過區域的整合 事實上我們很多東西都很成熟 比如說我們青農的他們的結構 還有我們甚至我們農村再生社區 其實我想品牌應該很清楚 其實我們尤其是北海岸 很特別 然後比較多的農債社區 而且大家的凝聚力 而且對於土地的付出都是非常的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怎樣透過這些區域整合 然後讓大家的技術還有 還有這個產品 在銷售上能夠很順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市長這樣講的 這個農業其實在新北市是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也可以賺錢 對 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講真的是吃喝玩樂 我們把土地恢復了 把生態恢復了 然後融入所有的觀光 因為新北市就是半日一日遊 那你只要透過這樣的觀光的一個 一個配套的措施 然後我們就能夠達到 農業休閒體驗 而且相較於其他的縣市 我們的這個休閒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尤其是在北海岸 你早上可以下海 應該上山比較好了 下午就可以下海 這個是沒有地方可以做得到的一個 這個一個休閒的一個體驗的一個規劃 所以不敢講 不敢講我們期許 但是我們確實有這麼大的願景 可以去朝著往這個方向走 正在努力中 所以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聽就是聽完一整集下來 其實可以知道 新北市的農業其實有它的獨特性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現實 現實就是台灣的農業現在已經不是最大的經濟來源 可是對我們生活它卻是一個密不可分的一個產業 所以接下來在新北市我們會越來越多的青年心血來投入 所以我相信新北市的農業再創新機是指日可待的 是的 很多人一直在問我怎麼樣加入 真的有 是的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洪檢跟廷少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主持人 好 謝謝 新北站出來我們下週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